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骨头会变得非常的脆 很容易骨折 你多大年纪 我今年26岁 我们先说出幸福心愿好不好 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幸福心愿是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残疾人 好 谢谢 刚才你说你的幸福心愿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残疾人 对 这个幸愿怎么解释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在于 不管是残疾人也好 还是我们眼中所谓的健全人也好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就好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 我们会认为他跟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吗 不会 但是残疾人只不过是得了一种更严重的感冒而已 这么说来你应该有很多人生感慨 很有故事 也还好 一直在创造故事 他这个话说的让我感觉我瞬间好矮啊 你刚才说你现在在做金融是吧 对对对 金融的小学生 你到底做金融哪一块啊 最开始的时候是做这个证券 后来是现在是转行做天使 当初怎么想到做金融的呀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有这种创业的想法 就是大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天我父亲送我去学校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就只能让父母去接送我上学 有一天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之后呢 出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他突然下楼的时候感觉到头特别晕 于是他就回到家里面换了一套最体面的一套衣服 去了医院 因为在那个不久之前 我父亲的一个好友刚刚离世 所以他非常担心自己在那个瞬间 可能也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 可能我之前的生活过得太安逸了 所以我就开始去创业 摆地摊 然后从一个批发市场里面进了一大堆包 就是有帆布的 然后有一些皮具的 你还练摊啊 对对 练摊 要吆喝吗 吆喝倒是不吆喝 但是会懒客 那你怎么懒客呢 你比如说前面就是四个顾客 你懒一下 好 我看这个美女一般都比较爱买包 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包呢 就喜欢比较舒服的 软一点的 那您看我这款帆布的包特别适合您 体积正好合适 方便您装下您平常生活中的各种化妆品 还有您的私人小物件 然后呢 又不会太过的闲老 您背上一定特别合适 我看您的年龄最多也就是19岁吧 这款包肯定特别适合您 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特别满意 我一定会买你的包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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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齿挺伶俐的 对 所以你这个做金融也是靠你这灵活的头脑吧 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热爱或者说兴趣吧 可能在其他人的眼睛里面 这些数字啊或者是红绿相间的这种K线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枯燥 但其实在我眼里他们反而构成了一幅幅特别美丽的图画 你是骨神呢 骨神经病反正是都这么叫 那有什么是你一直以来你认为跨越的最艰辛的呢 其实就是身体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成骨不全这种病 很麻烦 各种各样的骨折 可能打个喷嚏 对 我小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正在聊天 突然我打个喷嚏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医院 对 因为我的肋骨就可能断掉 也可能今天我们在一起说话在一起握手 对方一使劲可能 一样重了 对对对我的手就会断掉 我听说有的时候像他躺在床上 如果旁边有人靠在他身上靠一下 或者脑袋重一点 他可能都会骨折 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像保护花瓶一样 然后保护你 你在家里面就什么都不能干 你就会突然感觉你跟这个家里面的每个人都格格不入 你特别不一样 有一天我就在想 我说我这一辈子难道就只能像这个样子吗 那我所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在哪 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在想 我说不能这样 我再找一种方法改变这个状况 然后那个时候人家就说嘛 就是做运动 强身健体嘛 你还能做运动 对啊 我就开始健身 做啥运动 俯活成 最多的时候一天累积下来做了一千个 不是吧 你不是说你的骨头很脆弱吗 对对对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只能做五个 然后做五个之后就 就完全没有力量 你不会坐着坐着突然骨折了吗 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时有发生 的确有些肌肉 对 当然 咱比一比 没问题 来 我们这儿 这个弧活成做得最好的就抄袭了 我们比一比 来来来 抄袭 好嘞 OK 那我们就随便来做几个 好吧 咱们先做一个最普通的吧 好吧 每次两个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最普通的就是等宽的 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这个双手 距离一样 哇 哇 OK吗 OK 那我们再来加一个 就是 宽过肩膀宽度的 好的 这更难 哇 OK 那我们做一个窄具的 这个部位向外翻 然后肘部向后 这个肘部不能向外扩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我知道 这特别难 很难 很难着力 你的这个不能往外翻 一定要往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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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腿是旋起来的 这个我做不了 你行吗 我做不了 扶吗 扶 这个确实做不了 OK OK 来来来 游秦 其实我想问一下有个问题啊 李帅 就四八五的病 应该是你的骨骼是比较脆弱的 对吧 对对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通过锻炼 增加肌肉的强度 然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呢 是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 只是一种加强性的训练 它不能够完全解决你这个 爱骨折的问题 也经历了一些麻烦 就是在锻炼的过程当中 这个肩膀脱就过两次 然后这边这个肩膀脱就过一次 然后呢 大腿骨断过一次 那你干嘛还做 因为要活着 人只有活下去 很多人就问我 他说李帅 你能不能告诉我 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我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我只知道 只有活着才有价值 这么容易 我想除了锻炼 是因为要活着之外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对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将来我老了以后 一定要有故事可以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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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很多话想去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您机缘 好吧 谢谢 我能跟您照亮相吗 可以 可以 好 好